今天我给大家揭秘刘谦的师傅安迪大师从地面飞上楼顶的魔术 今天的魔术绝对让你大吃一惊 安迪大师被某酒店请来做活动 要在今天这个高楼上挂青 就是要把青菜挂到楼顶 大家看这个黄衣服的托儿 现在都不知道安迪大师将要做怎么样的表演 他就拿着棍子跑过去 当托儿当的确实假 只见安迪大师开始发功了 大家看镜头给他的脚来了个特写 这是故意的 因为如果不切换镜头一镜到底 他真的能飞上去吗 只见安迪大师确实飞起来了 大家看他左右摇晃 如果不掉钢丝他根本不会晃动 当钢丝却看不见 这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还不是最牛的 最牛的是刚开始起飞的时候 背景是靠着窗户 当他起飞了 他的背景变成墙了 窗户呢 原来不仅王者荣耀有闪现技能 安迪大师也会闪现 接着这个托儿拿着棍子在头上扫来扫去 我们刚开始推断钓钢丝 被这棍子一扫又不知怎么回事了 只见安迪大师开始上升了 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钓钢丝的痕迹 但是左右摇晃 确实符合钓钢丝的特征 安迪大师开始下落 等到落地的时候 又给脚来了个特写 这也意料之中 如果身上有钢丝 得用拍脚的镜头把钢丝解开 钢丝为何看不见呢 我们还得继续研究 这段用棍子扫的这段 第一个疑点 所有的镜头都是动的 只有这个镜头是有固定机位的 第二个疑点 扫棍子看上去有点假 但是说不清楚 假在哪 当我用镜头慢放 发现有一针有重大疑点 大家看这个位置 棍子和腿接触的地方 咋缺了一块 所以我判断 这是抠图 这个托和安迪大师 根本不在一个画面上 先拍安迪大师 然后再单独拍男子用棍子扫 两个画面剪辑合成 你看安迪大师旁边的这个黑衣男 笑得合不拢嘴 这种情况换成谁啊都会笑 既然用了电影高科技 钢丝用软件擦掉更不是难事 这就是为啥安迪大师在左右晃动 却看不见钢丝的原因 当然全场观众都是图 但拍棍子扫的镜头时 实在是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单独拍的 所以即使那么多图啊 他们只看到掉钢丝 扫棍子的镜头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